大家好,我新得了一株树兰 其实它是卡特兰跟树兰的炸椒品种 它的株形就很像卡特兰 如果不是炸椒的树兰 它的叶子是密密麻麻的 很多很多 你看它的株形 就很像卡特兰 然而它的花朵就很像树兰 说它的花朵像树兰 那是因为它的花朵没有像卡特兰那么大 它好像树兰的花朵那么大 然后花瓣比较细就像树兰 花朵很密集 形成一个花球 就跟树兰的花形差不多的 这种树兰的花朵颜色很多 这一颗它就有红色的花瓣 边上是橙色的边 然后它的唇瓣呢 是有点带裙边的样子 但唇瓣是黄色的底 带红色的斑纹 衬托出来呢 显得非常的漂亮 还有几个花苞 准备打开 这一批货呢 它的株形都不算很强壮 有的只有两感 有的有三感四感 但是呢 其它的那些叶子 稍微多一点的上面 就很多这一种情况 那我选的这一个呢 就是它的花朵 比较漂亮一些 然后它这个只有一片 回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我选的这一颗根还不错了 想买的朋友呢 要叉亮眼睛咯 到选购的时候要看清楚 其他的根还很差了 通常新倒数的兰花 我会尽量的第一时间 给它拆植料 因为我怕它的植料不好 还有啊 怕它里面有虫子 之前不是分享过很多 在拆植料的时候 拆出虫子来吗 但是有时遇到时间 不允许的情况之下 就要迟一点再拆植料 我又怕里面万一有虫子 爬到别的兰花身上 所以呢 我会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 没有时间拆植料 我的处理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用蒜子辣椒水 我经常说的万能护理液 这个是沙虫配方 隔渣以后 这里有60米 把它均匀的 淋在植料和根部 我估计这60米 它吸收不了 结果啊 这么少的植料 把这60米的沙虫原液 全部都吸收了 底底里面一点也没有流出来 那这是非常好的 万能护理液可以驱虫杀虫消毒杀菌 这就处理好了 然后把整颗兰花放到你喜欢放的地方就可以了 等我有时间再来跟它拆植料 到时候如果有虫子也被杀死了 我在拆植料的过程当中 也不用害怕 也不用那么恶心了 之前不是分享过拆植料的时候 遇到虫子 当时的手头上也没有准备有杀虫配方 就用养护配方杀虫 时间呢就比较长一些 感觉超级的恶心 第二天准备出门的时候 来看看它 结果发觉它这片叶子越来越严重 一晚上的时间 那现在要赶着出门 也要处理它 那我就会用上 简单直接又粗暴的动作 用一张纸巾 包住这片叶子 简单又粗暴的动作 然后把它包起来 扔进垃圾桶 再次提醒朋友们要看清楚 一定要看看它的叶子啊 茎啊 根啊 我这个呢 我也是非常喜欢它 当时我也有选的 起码选到它的根还不错 当时的叶子只是有点发黄 谁知道这么快就变成刚才的样子了 下来我们就说说万能婚礼液 这回的万能婚礼液制作比较简单 好多朋友之前用过万能婚礼液 他们都感觉非常的不错 非常感谢这些朋友们回来跟我分享这份开心和喜悦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万能婚礼液改进后的制作和使用 我们使用的是新鲜的辣椒 而不是干辣椒 蒜子 要多汁的蒜子 效果才好 你可以这样子把它中碎 当然也可以用料理机 但是料理机做出来隔渣比较麻烦一些 嗯 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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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吧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